没有难关系量是这么吃的吧 15块钱40个菜无限量烫吃 哇 太好吃了吧 嗨 大家好 我是橘子 这两天我被沈阳的物价冲昏了头脑 今天去吃这一家沈阳排名第一的自助盒 这是40种菜 那我的情报有误 哈喽 小帅哥 还能点餐吗 可以 搭一个盘子 好 这个超大块的应该是不高肉的 超级多元 长的一切 再来两吃 这有点沉了 干米 没有南瓜姑娘是这么吃的吧 盖上东北大米吧 咱们再来搞一勺烧肉汤 整一勺番茄炒蛋 来一个咸鸭蛋 哇 哇 真的很热 今天是我在沈阳的最后一天 我衣服太多了 所以我就把所有的衣服都穿在了身上 哇 真的好便宜啊 已经是最大纸了 max了 先来喝个可乐 从底下溜出来一个 溜肉段吧 这应该是 嗯 哇 好好吃啊 你们看 这饭老盖了 里面又有番茄蛋的汤 还有红烧肉 哇 还拿了一个咸鸭蛋 给它拌匀了 15块钱 40个菜无限量唱吃 还有红烧肉 关键是荤菜特别盖 哇 太好吃了吧 这太下菜了吧 它们怎么赚钱的 我好好吃 大青椒 哇 好吃啊 这么大块 这应该是溜肉段 炒得黏乎乎的土豆 所以这个是茄子吗 哇 哇 这是茄子 美梦大核心 没想到菜市场上第一次见到的绿色茄子 我也能在东北吃到 还有一种绵糊糊的感觉了 来个肥沾水 你说15块钱 光是听着这喇叭我都觉得 这波稳断 锅包肉 酸酸甜甜的 肉的块头这么大对不对 里面真的是肉 不会裹很厚的一层面粉 都是纯肉 它叫什么名 我搜藏起来下次 这咱们还是烧的 没有没有 超牛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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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燃烧的燃 可以可以可以 哇太好了 拜拜 拜拜 你都愉快 我的天哪 小姐姐好好 他们就连下次来沈阳 该吃什么都给我安排明白了 说贼顶 而且又不贵 感情好幸运的一天 冷静一下 继续干败 这么大块肉 这盘盒饭真的满足了我对东北盒饭所有的幻想 这盘盒全是瘦肉 刚是拿了两个大葱 还有一根黄瓜 这黄瓜可清口的 可脆可爽口 可脆可爽口 勺子真不生的 看的都很爽 看的 现在是 溜肉段 这个算是切的小了的 都是超大的 我跟你讲 本来我是想中饭过来吃的 但是现在 现在是下午三点钟 但是昨天搓澡实在是太舒服了 给我一觉直接睡到十一点 等我整理完一切的时候 过来就已经下午了 没想到下午菜也这么吃 好开心 我发现他们家青椒 真的很好吃 你们来的话一定要吃他们家的青椒 烧烤里面的有了一批 老毕了 好好吃 我给它盖过来 来旅游 然后顺便记录一下 然后里面南方的 南方的 南方的 这么大块肉 锅巴热 这盆太凉乎了 这盆太凉乎了 我吃完了 我天哪 这段 这段 这段15块钱真的给我干懵了 他们家身价真的太高了 伴随着这个模型的 伴随着这个模型的喇叭 在这 15元了 准备回杭州了 此次沈阳行到此就完美画上了句号 之前我看后台有姐妹问橘子 一个人出来旅游会不会害怕 因为我一个人在这边也搭了几天吗 我感觉这个城市的包容性还是很强的 而且北方的朋友他们都特别的热情 特别的好客 吃东西啊 或者是出去逛呀 我觉得性价比都是非常不错的 最近可能更新的不会特别快 啊 橘子公主 因为现在都是一个人在弄吗 可能会慢一点 就是很认真的在记录生活 可能多年之后我看到 哇 原来我去过那么多地方 正好就是边旅游边工作 感觉是过上了我最喜欢的一种生活 店员阿姨在看我们的视频 好了 好了 我要收拾行李回杭州了 开心起来 好吃饭 听听开心 再会 怎么了 哎 就是我 就是我 半天是我的事儿啊 哦 我不直播 我就是那个录个像 对 到时候剪出来再发 拜拜 Cause i 都不是跟太多忙优优独的 看我什么话